全堂诗卷25611 雀题 张慎虚 道由白云进 春雨清晰长 时有落花至 远随流水香 闲门向山路 深柳读书堂 幽映白日 清晖照衣裳 蜿蜒的山路延伸到白云进处 长长的溪水两边都是春天的美景 不时有落花随溪水漂流而至 远远的就可以闻到水中的芳香 闲静的京门面对蜿蜒的山路 读书堂掩藏在茂密的柳树林中 每当阳光穿过柳音的幽静 清幽的光辉便洒满我的衣裳 本诗具体创作时间不详 这首诗原来应有个题目 后来不知怎么失落了 何曰英灵集在记录这首诗的时候 就没有题目 后人只好给他安上雀提一二次 作为诗名 雀提的意思就是雀提 刘慎虚曰生于开元二年自权矣 吴州心无人 八岁能闻开元二十二年重进史 官洛阳卫及下县令 他精通经史 师多去窍之趣 风格近似孟浩然常见 他为人教弹魔 教有多为山僧道吕 道游白云进 春雨清晰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雀提的意思是